张泽天近日赴剑桥大学留学,频繁更新动态,引发热议。 9月7日晚,张泽天发文否认自己挂科、异业四级低于400分,雅思低于6分等传闻后, 8日又在社交平台回怼质疑他曾假辟熬的网友,称当时的回复的确有奇异。 当时的关注点在很多人说我花钱炒作、作弊被发现,否认昔日传闻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